OK,那就请大家就坐好,我们就准备开始上课 那是不是请大家可以任意早上欢迎,谢谢 好,恭喜大家,早安 很高兴 好,早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Office日常工作的整合应用 因为我们有上一次,大概在6月份的时候 我们有上过Office日常工作的资料分析 然后今天呢,我们会着重在就是说 这个Word是要PowerPoint的软体之间呢 其实它是可以整合起来,一起来去使用 那整合时该注意的事情 这就会利用两天的时间来跟各位好好分享 那因为我们在座的环境很特殊,而且很棒 所以我就不再切换广播教学 那我会,当我在操作的时候,我会特别提醒你 你就会跟着我的步骤来去做学习 这样的学习效果,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那我会放慢,就是我在操作时的步骤 而且在那个过程,我会用逻辑的方式告诉你 为什么这个功能放在这个地方 还有因为我主要还是希望强调讲一下 这个三套软体之间的整合 所以整合的那个逻辑也希望跟各位介绍清楚 好,那我的讲义範例都放在这个地方 讲义範例,我都放在这个地方 甚至我到时候会把现在做好的影片 提供给我们的承办人员 然后请他就发电子邮件给你们 你们到时候就可以在中华电信的 类似医媒体或者是你们的线上学习平台 来继续来去做课程的学习 好,火线酸在哪里的?在太阳的羊 这是我的电子邮件,teacher点上 小老鼠msa.highmate.net 好,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方便大家跟我做联系 还有就是我留下我的line,还有wechat 因为方便大家如果说你有很多的一些问题 想要提问的话,你可以及时的互动 但是要请见谅 有时候我可能会在开会中没办法及时的回复 但是我想用line的还有更多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甚至有时候我们需要画面 画面直接我请你做给我看你到遇到是什么问题 这个时候其实这些用line还蛮方便的 好,那我之前是在聚强电脑公司担任电脑老师 我就帮新竹以北的各公家机关授课 那大概在民国100年的时候 其实我在想说,在我教了将近20年的电脑教学生涯 我就想说做一些不太一样的事 比如说我喜欢读书、教书 那我就应该要再把自己的能力提升 所以我就跑去国立阳明大学 继续公布我的学位 那我目前还在阳明大学 然后期待就是早一天能够赶快毕业 那我的专长当然还是在资讯 资讯这一块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些电脑的问题 经由我的经验 我都可以给你应该得到很好的一些回答 那我本身有30多张的电脑证照 也写过50多本书 我光是放在YouTube上面的影片 就将近3000部 所以也是另外一个小小的网红 那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 其实我的影片都是开成布公 就放在YouTube上 你可以针对主题来去做一些电脑的学习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进展到我们的课程 各位都有看到一个讲义 对不对 我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OBIS 2016 甚至OBIS 2019 它有一些还不错的新功能 无二的以下PowerPoint都有 不过特别请各位注意一下 2016版的PowerPoint 它基本上改的幅度 就没有像之前那个版本那么大 好,那比较大的改版 应该是云端的结合使用 因为它现在强调它是OBIS 365 为什么叫365 365天天都要用到的一套软体 好,其实它有一些特殊的一些 还蛮不错的一些意义在里面 例如说它要求它的维护的 就是如果说你是它的维护的那个客户 那它必须要在0.01%的时间内去完成 就是解决线上的问题回复 好,那OBIS 我们来看一下讲义的部分 你会发现它这边 我第一个放的跟你们比较没有关系 但是它这个手写辨识的技术慢慢提升 然后再接下来 除了手写辨识 然后数学公式之外 它还有提供特殊的账户的布景主题 还有像例如说快速分析 资料快速分析 因为未来的分析会变成是这样子 电脑它竟然可以快速自动帮我们做一些事情 例如说你要请电脑 假设这边有一台电脑 你就请它说 我想要去看历年营销成长图 它就直接画好给你看 这就是自动分析 慢慢要做到的事情 所以它有很棒的猜你喜欢 你喜欢什么 比如说这么多的统计图标里面 它要猜你到底喜欢什么 所以它这边提供了自动分析 你可以顺便想象一下 在AI 我们到处猜你喜欢玩什么游戏 例如说虚拟实境 然后在以上里面它强调分析的功能 或者是Word你要做长文件的应用 所以它就要去猜你到底喜欢什么 所以这种自动的功能会慢慢都加进去 那接下来这边告诉我你想要执行的动作 其实就是猜你喜欢 好那接下来猜你想做大概了解了之后 它还有很多的OneDrive OneDrive就是 为什么它要取名OneDrive 它就是云端硬碟 那这边为什么叫OneDrive Drive各位知道吗 有听过的应该是GoogleDrive Google云端硬碟 对吧 它这边它前面的字换掉 它叫做One 第一 第一 然后TheDrive 所以这边稍微可以了解 它其实就是云端的硬碟 方便我们把资料放上去 然后让大家来去取得这个资料 共用它 那这个概念它就已经跳出本极端的使用了 所以OneDrive这个功能很重要就是共用 那完毕之后呢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它有很多很多很棒的线上的图片 线上图片 那线上图片的使用各位一定要学会 因为它提供了非常多的范本 不管是Word 也叫PowerPoint 都有很多范本 那这些范本 当你下载下来之后呢 你可能只要做一件事 我只要换图片 换成你自己的图片 那个版型 其实你不用动它 那就变成好像是你在做你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日常工作 所需要的一个作品 再来这边有智慧查阅 然后有摘要资讯 那接下来我想 这是我列出来 就是整个整合里面 它都有一些新功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后面有更多的单元的新功能 我想就不一一在这个课程里面介绍 但是因为我们会希望在这两天的主题要放在整合 所以我就会把 因为这些新功能的介绍 我想说放在 例如说下一次 因为我想着重在那个日常工作的整合应用 所以呢我可能要再加一些 就是说 比如说Word跟Excel怎么结合去使用 Word怎么跟PowerPoint的结合使用之类的这些概念 好这都是很重要的重点 好了那我们就先来观看一下 从新功能这边开始出发 首先我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的范例 我的范例或者是讲义 我都放在这 HTTPS 冒号斜线斜线 GOO.GL 斜线YTZ 大写的R X 大写的T 这两个字母请特别注意 你不要等一下打字打错了 好 所以这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们现在第一件事情 可能就是要请各位先抓一些我们的讲义 范例 那怎么样到这个地方 因为我给各位是一个网址 HTTPS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打开浏览器 首先我们第一件事情 因为我提供的办例讲义 是放在一个网址里 那既然是一个网址 我就必须要打开浏览器 怎么打开浏览器 首先各位可以看一下 请问都开好机了 然后到Windows Win10的一个标准的画面 然后接下来在最下面 最下面这一排工作列 开始工作列 然后这个位置 大概这个位置 有没有看到 Chrome浏览器 Chrome浏览器 也许有同学说 老师没有看到 如果在这边没有 那你就点这个Windows 这边就有了 然后密码 12345678 这样算不算是 就是一个登录的动作 然后接下来 我们现在就要点选Chrome 点选这个Chrome Chrome是皇冠的意思 然后接下来 在网址列这个地方 网址列 因为现在你要跟我一起操作 所以我会做得比较慢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Chrome浏览器 的这个网址列 这边点一下 然后请输入 Http s 冒号斜线斜线 go.gl 斜线 YTZ RXT 然后点一下 Enter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要看日期了 看日期了 首先在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是2019年9月3号 军人节 好 那这边有没有看到 我们有一个office 日常工作的整合应用 这个主题 右边是不是会看到影片连结 影片连结现在暂时不会有 为什么 要等到 例如说 可能今天我们上完课之后 我回到休息处 我就把今天上课 赶快去做一些整理 然后上传到YouTube上面 然后到时候才会有一个连结 连结 然后这边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奖益下载 有范例下载 你不要下载错误 因为这边有非常多的课程 像例如说9月6号我去交简报制作进阶 然后这边也到时候会有 所以不要点错了 好我们现在要点的是 2019年9月3号office日常工作的整合应用 然后如果说你要电子奖益 电子版的奖益 你就可以点选奖益下载 好请点奖益下载 那当你看到这样子一个画面的时候 下载在什么地方 下载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游标移到这个图示的左上角 你就会看到一个往下的箭头 往下箭头是什么意思呢 下载 好那这边还有一个全部下载 如果说当我们这个里面有非常多档案 例如说10个档案 你这时候可以把它全部下载 全部下载变成一个压缩档 然后到时候下载到你的本季端 你再击压缩就好了 你就会得到那10个档案 所以在这个地方因为只有一个档案 所以我们就点选这个往下的图示 你不要点到它 你点到这个地方 它是把这个档案打开来 而是要点什么往下的这个箭头 所以请点一下 然后它就自动扫描 扫描完毕之后 它就在这个地方出现说 它正在下载 然后下载完了 我们这边网络速度还蛮快的 当然中华电讯如果训练中心 我们的网络应该是蛮正常的 好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我们把它关掉 我们已经把 应该是讲义下载好了 所以我们把刚刚的四重 做完了就关掉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到这个 9月3号这边 OBIS日常工作的整合应用 范例下载 所以点选这个范例下载 好在这个地方哦 有12345678 有看到哦 8个档案 8个档案 那干脆我们就点全部下载好了 点选全部下载 它会自动把这8个档案压缩起来 变成一个 所以它现在要先压缩 所以它现在正在准备下载 好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它就直接 直接下载这个压缩档 好所以刚刚我们下载的本是说两个档案 一个是什么 讲义 然后另外一个压缩档 里面就是索尔的范例 可以吗 所以两种下载我都交给你们了 好 那当你下载好了看得出来哦 刚刚那有在执行中 那现在是不是没有执行了 所以代表已经下载好了 好既然下载好了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视窗给关掉了 这也都关掉 我再一次的提醒您 因为这里面有非常多我的授课的内容 比如说包含Office2016整合应用 办公室自动化大数据分析 智慧型手机的应用 然后这边有word的文件 有 例如说为电影为广告的制作 其实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您不妨把它编排在你未来要学习的课程里 我这边大概已经有了将近100套 我还把例如说关于数据分析的部分 从以下初线一直到大数据的进阶 甚至还有像LibreOffice系列的 还有像很多内容 影片的剪辑都有简报的制作 Table大数据分析 甚至YouTube如何去做行销 那这些课程都提供给你参考 这边都有这个连结 甚至还有讲义 范例 提供给你们参考 可以丰富您未来的人生 你们说是不是 好 那我们期待就是 你有兴趣再去加入 那为了方便你们阅读 我也把它做成一个网站 然后你也可以点这个教学网站 然后自己去里面慢慢看 好 那我这边这个 讲义 范例的网站 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请问是不是都完成了 范例的下载跟讲义的下载 如果你没有全部下载 你就一个一个把档案点下来 就跟刚刚讲义下载是一样的做法 不要太执着 为什么没有全部下载 好 那接下来 下载的档案放在什么地方 这是不是我们关切的 因为我们要用这些档案 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教你 这些档案在什么地方 尽可能的让自己的画面 跟我的画面是一致 我就可以发现大家有没有跟上 好 那我们接下来 用不到视窗都关掉了以后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主题 来 请把无关的视窗关掉了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下载下来的档案在哪里 对不对 因为我们自己下载下来的档案 应该就在我们本机的下载里面 好 我其实再讲一句废话 但是只要符合逻辑的话 几乎都是废话 好 例如说王先生 王小明 王小明他的姓是王 你们说对不对 对吧 对 一定对 这样了解我在说什么吗 我们刚刚下载下来的档案 一定是放在我们本机的下载里面 那本机的下载在哪里 所以我们打开这个资料夹 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资料夹 都有资料夹 如果没有资料夹 你就随便打开一个资料夹都可以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透过这个 这个 这个不算资料夹 因为他已经预设是放在这里 好 我们就点选他 打开这个资料夹 这个开始工作列里面这个资料夹 然后接下来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下载 快速存取里面的下载 可以 还有本机里面是不是有下载 可以 其实我只是要告诉你 我们下载下一个档案 他就放在本机的下载里面 下载其实是一个资料夹 好 你们看一下 刚刚我是不是下载了一个讲义 PDF档案在这里 然后接下来 我是不是又下载了一个范例 那个范例我把它整个压缩起来 全部下载 所以变成一个压缩档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两个档案 那可能跟你的画面不太一样 排列顺序不太一样 麻烦你点一下日期 好吧 点一下这个日期 他会按照日期的先后顺序排列 是不是最后下载下来的档案 放在最上面 所以我们知道了 原来下载的档案在这里 好 麻烦请各位把这两个档案 选取起来 选取起来 好吧 请选这两个档案 我们先把所有视窗关掉 我们等于是说 重新讲那个下载的位置 好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首先在我们的这个画面里面 我们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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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档案 放在例如说 在标志工作列里面 有没有看到资料夹 所以麻烦点一下资料夹 那我知道有些同学 他没有资料夹 你点那个压缩工作也是一样的 可以吗 请问是不是打开资料夹 打开资料夹之后 你可以发现左上角这边有一个快速存取 快速存取里面有下载 点这个下载 可以 也可以点本机的下载 这两个地方是一样的 快速存取的意思就是说 最近你曾经使用过的资料夹 它叫做快速存取 那本机本机的下载 这个位置是各位要知道 因为你下载下来的档案 一定放在本机的下载里 好 例如说 我想要去申办中华电信的手机 那请问我是不是要去那个 中华电信或者是神脑来去申办 对不对 这样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就是说这都是符合逻辑的 你不能到远传跟他讲 我要办中华电信 对不对 这就不符合逻辑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 我接下来所有讲的内容 都会依照这样符合逻辑的方式告诉你 所以可不可以找到本机底下的下载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两个档案 一个是讲义 讲义是PDF档 一个是压缩档 所以请把这两个档案选取起来 会不会选这两个档案 好 我是刻意在这个地方 用拖曳的方式选到这两个 选好了吗 因为我想要把它放在D磁列区 你们有没有低叠啊 你们这边看一下有没有低叠好吗 你们的电脑有没有低叠 有 好 来麻烦请把这两个档案剪下来 那就滑鼠右键点它 剪下 剪下 然后麻烦请到这个 这个第一次叠击地方 第一次叠击 这边点一下 然后新增一个资料夹 好吧 新增资料夹 新增一个叫做 office日常工作与整合应用 好 那就开始打字 例如说 你 例如说您不想要打那么多字 你就输入office就好了 好吗 如果你不想要打那么多字 那你就直接输入office 请打office 等一下我把这一段讲完 因为只是剪下 然后贴进去 来 然后快速点两下 进入office 贴上 会吗 只是把两个档案剪下来 然后贴到我们低止叠击底下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们希望 等一下我们的操作都是使用低叠的档案 那我们现在来继续往下看 你刚刚是不是下载了一个压缩档 所以 以防万一 根据我连压缩我都教一下 请压缩这件事 好 来 我们刚刚在低止叠击底下 office有一个叫做 范例这个压缩档 对不对 好 不过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名称可能会随着不同人下载 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编号 不过我觉得这后面这个编号不太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范例解压缩 这怎么解压缩 因为里面可能有七个档 可能有六个档 至少它不是一个档 可是因为很多个档案 它压缩起来变成一个档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解压缩 那滑鼠右键对着它 滑鼠右键请点范例这个档案 然后有没有看到解压缩全部 有看到吗 滑鼠右键点压缩档 滑鼠右键点这个不是压缩的档案 你这边就没有解压缩全部 可以了解压缩才能够解压缩 所以滑鼠右键点这个压缩档 有看到解压缩全部吗 有 请点解压缩全部 然后点解压缩 其实现在它就帮你自动在原本的 刚刚那个位置 刚刚的位置是不是在OBIS 所以它就建立了一个资料夹 资料夹里面有范例 你快速点两下范例 范例里面是不是有这几个 我下载下一个档案 这就是解压缩 好了 其实解压缩还蛮简单 就是用滑鼠右键 可是只有哪一个档案可以解压缩 压缩档才能解压缩 合理吧 OK 那我们现在继续来观看 好 因为我们等于是说 这些范例 这些范例 我们来复习一下 所以请先把所有视窗关掉 好 好 我们刚刚下载下来的范例 会放在什么地方 我们现在复习一下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打开资料夹 打开资料夹 第一次跌击 有印象 低跌 我们放在低跌的位置 低跌底下是不是有一个office 所以快速点两下这个office 然后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范例资料夹 资料夹不是这个压缩档 这个资料夹快速点两下 然后范例快速点两下 是不是就有这些范例了 这是我等一下上课会需要用到的范例 所以我想先跟你们分享一下 好 那我想我们就先从那个 我们就先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范例 里面有一部影片 影片到时候我在教office powerpoint的简报 它的新功能会用到 还有一张图片 还有一张图片 还有一个wordoffice 40招的长文件 还有中华电信的logo 还有长文件的标题样式 甚至我还有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合并 就是两份文件 合并文件 怎么制作 接下来还有像超市范例 这是以下的档案 你一定会说 简报的整合 我要如何用word的档案 我到时候是开一个新的档来跟各位做说明 好 首先我想先跟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office 它有几个你必须要先知道的新功能 新功能 我觉得很棒的新功能 提供你日后来去做日常工作很棒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请先打开这个office40招 office40招 怎么打开呢 快速点两下office40招就打开来了 如何打开office40招就是快速点两下 这个档案它就会自动透过Microsoft Word的软体来去开启 好 所以我想现在大家都开了吧 麻烦快速点两下office40招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可能大家都会注意到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软体 标题列的底色是什么颜色 蓝色 那这文件的内容部分 它都是用白色、底色 有看到 可是在中间有一列 那个警告的颜色它用黄色 本来它就有提示的作用 本来它就有一个就是说提醒我们的一个意义存在 所以这个黄色这个地方一定是你要先看的 它是一个information的意思 这个I是information I是information 就是资讯的意思 请问它说这个档案受到保护 这个档案受到保护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档案是来自于网绩网路 我们刚刚是不是从HTTPS 冒号斜线 冒线 YTZ RXT 这个网址下载下来的档案 所以是从网路上下载下来的档案 既然是从网绩网路下载下来的档案 可能有病毒 他只是说可能 而不是说有病毒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他说除非您需要编辑 否则提留在受保护的检释 请问我们 这个档案是我放在网路上提供给你的 所以我不会放病毒进去 那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你现在要不要编辑它 当然要编辑 因为我们要继续讲课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档案继续做一些编辑 所以要不要启用编辑? 要 所以它等于说是一个安全的机制 如果说你不要编辑这个档案 你就不要点这个启用编辑 如果说你因为你信任 这个档案的来源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要继续编辑它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点启用编辑 所以第一件事情 麻烦请大家一定都要点启用编辑 这是为了资讯安全 这是为了资讯安全 好麻烦请各位 都点启用编辑 当你点好启用编辑的时候 你不只是只有看的功能了 你可以继续去编辑它 所以这里面的功能全部都变成不是灰色 好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打开了office40招 这个启用编辑它安全提示只有在第一次 这个档案从网络网络上下载下来 第一次开启才会询问 好例如说我们现在关掉这个档案 请关掉现在这个档案 我们现在来做第二次 第二次开启office40招 那就是快速点两下office40招 是不是就可以打开这个档案了 你还有没有发现这个上面有编辑 没有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概知道一下这件事就好了 那我们就先拿这个翻译来跟各位分享 首先我是不是有提供了一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功能 叫做手写笔手写笔的功能 这个手写笔的功能为什么好用 我们先来去思考一下 当我们今天要写一个数学公式的时候 你以前的方法就是你一定要找到对应的数学公式 例如说c个码 现在不用了 现在我们干脆自己写 它就会自动辨识什么位置 例如说请点插入 请点插入 例如说对不起 我们先决定我们的游标位置好不好 我假设想要在这个地方插入个数学公式 假设我想要在这个地方插入个数学公式 那我们接下来呢 麻烦请点插入 插入右边是不是有一个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 方程式 方程式有看到吗 当你点选往下的这个三角形 还有好多种选项 这些都是以前早就有的 这些真的都是以前早就有的 可是我现在要教你的是笔基方程式 笔基方程式 所以当你点选笔基方程式的时候 是不是会打开打开这个小小的视窗 这个小视窗您可以透过写入直接在上面 用滑鼠拖曳写出一个数学符号 它就会帮助我们可以怎么样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去撰写数学公式 例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写入的状态 写入的状态 来麻烦请点插入数学方程式往下的三角形 好然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练习写C格码 各位知道方程式 数学方程式蛮频繁使用C格码 好 例如说我们来写一个标准的SIGMA的公式 所以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们现在 各位知道SIGMA符号 它是一个加种 你有沒有发现它自动现在就辨识出来SIGMA 在左上角了 然后 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变数I 所以 所以你这边写I 等于 我从E开始 到N 然后 接下来呢 这边写一个A ABC的AX 好 你有没有发现 我是不是就写好了一个 一个很基本很基本的一个数学公式 可以了解吗 它会自动自动的帮你找出来最合适的 以前我们要选 也许你会觉得选也蛮简单的 可是 假设当你今天 你要去 你要去依照老板打出来的这个数学公式 然后制作好这样子 然后制作好这样子一个内容 你可能因为看不太懂 它写的那个FY符号是什么 而找不到 这个时候呢 你就写自己用手 手写的方式把它写出来 然后我们就点选插入 你看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完成了一个数学公式 可以吗 这个功能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它要你要知道说 它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因为它结合猜你喜欢猜你想做 OK 这意味着就是说 未来有很多的功能 到以色谣里面 它就要猜你现在要做什么分析 可以了解 好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例如说以色谣里面也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突破 突破改变 好 那这个范例呢 我们就先储存 然后关掉 或者是最小化 因为我想先让你们知道一下 其实在2016之后 它都已经 已经慢慢变成聪明的软体了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例如说我现在举一个超市范例 来麻烦快速点两下超市范例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就是要猜你喜欢 这边是不是有启用编辑 我就不用再解释了 因为只要你从网绩网路上下载下来的档案 第一次开启都一定要点选这个启用编辑 而且只变一次 请问一下 在这个订单 ID里面 我们是不是又可以发现 这个订单是来自于哪一个国家 哪一年 然后它的订单的编号 对不对 假设我想要去把这个订单 ID里面是发生在哪一个国家的资料找出来 怎么找 可以了解吗 好 来直接 这边 因为我要新增一个栏位去标注说 这个订单是发生在哪一个国家 顺便附带说明一下 我们预计10点半下课好不好 因为把握一下时间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因为我想要把订单ID里面的那个日期 自动截取出来 有听到自动截取 你们就会觉得 这个功能一定值得学 好 来我们就直接在C一栏 滑鼠右键点C一栏去插入一栏 插入一栏 插入一栏 来请插入一栏 我想多多少以上的基本使用 我们一定都会 所以我就不刻意的去告诉你 那不过 因为我现在是不是要新增加一栏 标注说这个订单的国家 订单的国家 订单来自哪一个国家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至少 至少 至少要输入 这一个订单 的国家 也就是输入什么 请问这一格要输入什么 U S 可以吗 只要输入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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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答好 U S了吗 然后请移回去 C2 这一格 可以吗 滑鼠右键 插入 对 反正 只打 这一格 当然只打US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一笔订单 他告诉我们说 是来自于哪一个国家 US 好了 请问一下 你心不希望这一格 出现CN 这一格出现CN 这一格出现US 希望吧 对不对 那是不是你就要开始 如果你不会 你是不是要求救老师 好 老师那个函数 你应该知道 大概要写函数了 对吧 那你是不是觉得函数 好像有点难 又可能担心自己学不会 而不提问 不过我现在要告诉你 不用再写函数了 就透过电脑他去猜 可是他的功能在这里 常用 常用 有没有必要移回去C2 这一格 常用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功能 叫做编辑 我要编辑这一格 填满 给你猜猜看 你觉得是哪一个功能 你觉得是哪一个功能 哪一个像自动截取出字 然后把他内容放进去 快速填入 有感觉吗 对 就是他 点下去 就做完了 你放进去 你放进去 我们现在电脑 你都可以用 喂食 那个电脑 基本上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可以吗 做完了 你们都没有 哇 我们再做一个好不好 他这么聪明吗 他能不能截取2015 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 一样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点选D 点选D 然后插入 我是不是增加了一栏 麻烦请这一格要输入什么 2015 如果你要 让他自动辨识这个编号 那你就要输入这1357144 好 这边我们就输入2015 对不对 游标记得放回来D2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玩一次 自动快速填入 所以就点选常用编辑 然后点选填满底下的快速填入 是不是就做完了 这个栏位名称你就要改了 叫做订单年 就是订单发生在哪一年 可以吗 只是没有音效而已 没有听到做完之后的 哇 当时我看到这个功能的时候 我觉得 哇好棒 为什么好棒 我不用再教学生如何去截取那个中间的字串了 真的教那个左啊 右啊都还蛮简单的 可是有同学他就是要要求学middle 好了 我只是要告诉你 他有这项功能 那麻烦请把这个订单 后面加年好不好 订单年 我只是要输入一个年中文字 好 这样我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它是为了什么 为了帮助我们 就是快速去做完一些事情 所以他要去猜 原来你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种方式 把这种客户ID 他叫他的业务 信名叫 客户名称叫什么 是不是可以快速的带出来了 好 那甚至这个年月日都可以 发生在几年几月几日 这其实都是可以带出来 就是透过常用底下的这个填满底下的快速填入 好 那我想我们的ease要暂时介绍到这边储存起来 我们还是回来去看我们的word 还是回来看一下我们的word 因为其实你看word跟看ease要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对不起 我们这边我要特别先介绍一下快速分析 快速分析是什么意思 好 所以请点回来ease要才对 好 请点回来ease要之后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各位 我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去看一下 什么叫做快速分析 快速分析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就是假设当我们今天做好一张资料表的时候 做好一张资料表的时候 你例如说从那个 我现在是从Q1 Q1开始选 例如说我选到这个地方 假设我已经做完一个分析资料表 然后选了这一点点的地方 有看到吗 我选到一个区域 然后接下来右下角 右下角 你有没有看到多了一个图示 这个图示很重要 它叫快速分析 快速分析里面可以做很多事 它可以去设定它的格式 例如说可以设定它的数值格式 资料的格式 或者是用图示的方式来去输入说 它是上下还是下下 那还可以画图 还可以画图 例如说画群组直标图 甚至它有一个猜你想要的图 这边是不是会看到一个问号 那就是电脑自动帮你猜 你可能会想要的图是什么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问号 我现在要教的就是 这个自动画图 自动画图 而且我想要请你们点的是这一个 它会自动判断出来 一般人会需要的图是长什么样 所以请点图表底下的自动图表 点它 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面图都是它经过精心设计 精心设计 例如说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有没有觉得这些图其实都存在一些 就是还蛮不错的分析 可以吗 例如说我现在讲 第一张图其实不用讲 就是一个枝条 它就显示每一个人高高低低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个 这个图表 或者是来看这一张 一二三四五 我现在选择第五个 第五个 你可以卷轴拉下来 我选择是最下面这一个 卷轴拉下来 我选择最后这一个 它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 告诉我们说 机器是最多的 就是以产品的类别里面 机器是最多的 然后点选确定 可以吗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快速完成一个 一个所谓的资料自动分析 资料自动分析 就完成了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我觉得 既然讲到这个快速分析 那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能 就必须要去特别的跟你们分享一下 好 我们先把这张图删掉 你画好的这张图可以删掉 反正到处都可以去画很多种不同的图 好 我现在 我想要请你们学会一个它新增加进去很棒的图 例如说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销售额 销售额 请选销售额 我现在要特别介绍的是职方图 这个销售额 销售额 我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都学过统计 当我们在拿到资料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画记 画记 我们未来 除了要知道说 它的画记数是多少 还要知道哪些是outlier 请问一下 你现在看这样子的销售额 有没有出现一些不合理不正常的值 你这样看你根本就看不出来 对不对 可是我们这边它提供了一个职方图 可以快速让你发现不正常值 或者是你知道的叫outlier 什么叫outlier 各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那个不正常的数值 举例来说 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范例 先让我们懂 例如说数量好了 数量 请问一下 像这家公司这个超市 别人会去买东西 可能买 例如说好了 你去买那个剪刀 你会买几把剪刀 一把剪刀 有可能买两把剪刀 对不对 请问如果说里面有剪刀出现一万把 那是不是就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了 那个一万把就是一个outlier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这里面的数量分布情形 数量分布情形最快的最快的一个方式就是用插入值方图 第一个点它 请问一下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代表说出现一次的就是这个这个数量啊 就是别人针对这个来购买的这个订单 这个订单它数量是2 这个这一笔的订单数量是2 好 依此类推 有的是4 有的是3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哦 最多最多的就是来购买的那个品项 最多大于不是2 就是3 有看到吗 有看到这件事吗 不是2 不是2就是3 有听懂这件事吗 这张分布图就在告诉我们这件事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一个超市 如果这里面 这里面出现那种很奇特的数字 你可以直接从分布图 直接马上看到 好 那我现在举另外一个例子 来我请先把这张图删掉 我把这一个这个数字我改成80 80 好 我就直接我把第三个数值改成80 好一样选到这个 一样选到这个整个数量的内容 整个数量内容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哦 插入直方图 刚刚那张直方图 各位应该会觉得说 它的 它的一个分布 现在是不是还是可以看到 对吧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中间有一大堆的 一大堆的那个间距 这就是代表说 这就是代表说 这个地方有不正常的情形 可以吗 这边 之所以会有这么多 而且都是零 它根本就没有画出来嘛 如果说你要显示那个值的话 这上面也有 也有值的 这个吧 有看到吗 我只要告诉你 最后这个一 有看到吗 这边有一个一 它为了要画出来 这整个分布 整个分布 最后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一 所以中间这些过程 是不是全部都列出来 那个间距 这就是告诉你说 这边有一个异常值 三秒搞定公司业绩里面 异常值 发生在什么地方 你听懂吗 这个直条图 对不对 对不起 这个叫直方图 直方图在2013里面 有没有这个功能 没有 它只有直条图 直条图跟直方图是不一样的 统计是不是在讲那个分布 这个分布真的很有意义 就是大家的分布都是在这个地方 那可是你通常要找问题 都是在找这个outlier 可以了解吗 三秒搞定outlier 请用直方图 知道这件事情吗 所以它为什么在2016版 它要增加这些新功能 绝对有它的意义存在 好了 我现在就把它给删掉了 因为我要把这个80改回来是2 还有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个都是很大的一个改变 好 那在接下来 在接下来 我想透过powerpoint 告诉你们那个新版本的重要性 新版本重要性 可是在讲新版本 我想要先介绍那个整合应用 好 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我们刚介绍了几个功能 因为等一下我再介绍办本 我想要特别听 Word有办本 Excel也有办本 Powerpoint也有办本 可是我想要 因为都是一样的概念 我介绍Powerpoint有办本 就等于介绍Word 就等于介绍Excel 好 可是我要教你怎么去运用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 那你应该 各位刚刚有一些感觉 就是说我可以很快的去完成自动分析 很快对不对 我可以三秒钟找出来 这个资料异常值在什么地方 这都是很重要的重点 好 那还有他要猜你喜欢 例如说你刚刚手顺 你画出来的那个Sigma 有没有非常漂亮 你觉得大家画出来都是一字吗 未必 可是他就是要去思考说 你这个就是在画Sigma 你当然可以画很多别的符号 但是他要猜 他要猜 所以他加了很多人工智慧进去 这也就是未来这个功能的改变的新方向 所以我们在教你整个应用的时候 你要学会这些技术 好 我想我们先 第一节课先暂时上到这边10点半 10点半 右下者这边10点半 有看到10点40分 我们就准时上课 好 先下课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来谈一下 OBIS日程工作整合应用 尤其我接下来介绍这个功能 绝对是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 在这么多的功能 包含合并列印 各位一定都知道 我觉得最棒的 绝对是这个 从word标题文字 从word标题文字传送到简报 好 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我们的word 我们通常在制作简报之前 我们在制作简报之前 你应该会有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word文件已经设计好了 对不对 例如说好了 你的主管 他已经做好一份word文件 跟你讲说下午我要去行政院开会 麻烦你先帮我把这个word文件变成简报 可能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的主管 可是他的那个报告 也就是用word打好的报告 他已经做好了 可能后后的一百页 一百页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文字 可是他希望说你能够快速的把它变成简报 所以他就会说你这个成功简报关键篇 如何快速拟好简报价格应该要全部都放到 放到什么地方去 放到powerpoint的里面 所以呢 所以如果您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先不用照着我做 例如说假设你现在要去做一份就是简报 例如说office40招 40招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新增 这个地方放置的就是成功简报关键篇 复制 复制 然后接下来到简报这里 然后贴上 然后接下来我这边是不是如何快速拟好简报架构 复制 然后到简报这边贴上 然后接下来又到word这边 然后是不是把简报文字什么什么 然后复制 复制完毕之后又到简报这边贴上 可以吗 那请问word这边 这有多少个标题 这边有看到一个 两个三个四个五六七七个标题一 你就要贴七次复制贴上 对不对 然后这边有四十个标题二 你是不是要贴四十次复制贴上 对吧 你有没有可能在这四十七次的复制贴上操作过程中 因为主管坐在你旁边 手软 然后 然后做到第三个的时候 我刚是不是第一个有做错 或做到第十个的时候 我到底有没有重复做到 或多选了一个少选了一个 可以了解吗 像这些事情 你要记住一件事 如果说你一直重复再做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请你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写信问老师了 可以吗 真的 你可能问了一下 可能七秒钟八秒钟 你就做完这件事了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来教你七秒快速完成 这里面四十七个的复制贴上 如何快速完成 好 我们回到word 我们回到word这边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标题一的文字 标题二的文字 这个标题文字都一定要先设定好 因为我的前提是 你已经有一份word文件了 可是你现在只有文件 只有word文件 你没有一个所谓的简报 可是你现在快速产生简报 你必须要用到word文件里面这些标题字来去做简报吧 好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呢 好 第一件事情你要先把那个功能叫出来 这功能放在这里 档案要跟着我做咯 请大家都打开word 请大家都打开那个office40招这个档案 一定要打开office40招这个档案 因为它里面的标题都被我们设定好了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我是word标题传送到powerpoint的 所以请问这个功能一定写在word里面 对不对 word传送标题给简报 所以功能一定是写在word里面 不是写在简报里面 简报是接受的 它是贴上的部分 所以一定是写在word里 所以点选word word软体里面的档案 选项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会看到word选项 word选项里面是不是有快速存取工具列 快速存取工具列是哪里呢 就这里这里叫快速存取工具列 就是我现在把那个功能叫出来 放在快速存取工具列里面 方便大家等一下只要点一下就好了 好 请问一下快速存取工具列里面 它有一个隐藏版功能 以前有现在把它隐藏起来了 所以隐藏版功能放在哪里 放在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可以吗 当然你去所有命令里面也找不到 可是麻烦请找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你看这边好多功能 还记不记得 如果你以前曾经用过什么word 也是要抛混的 这些这个图示 全部都把它隐藏起来了 来卷轴 这个一定要切换到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然后卷轴请拉下来 拉到差不多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大概大概这个位置 这个卷轴往下拉到这个位置 这个卷轴控制钮 请拉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一个传送到Microsoft Powerpoint 对就是它 然后新增进去 新增 可以吗 点这个新增按钮 就新增过去了 等一下这边就会多一个功能 叫做这个 这个图示 好了吗 这个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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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就应该可以找到 传送到Microsoft Powerpoint 然后点这个新增按钮 好 它就进来右边了 请点选 确定 好 各位 这里面是不是有47个 标题1加标题2 有47个标题 对不对 本来我们是不是用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你是不是也可以做完 可能花三五分钟 手脚快就做完了 对吧 可是做完一定百分之百正确 你不敢保证 好 那这个时候 你只要点这个图示 点一下 我们来倒数 7秒钟 1 2 3 3 还没有做完 4 5 6 7 还没有做完 因为我必须要告诉各位 我在那个 如果说你今天不是用什么PC ceiling 因为我觉得这些防毒软体挡住了 因为它要不断的传送两套软体之间不断的把Word的功能复制然后贴过来 所以这边速度可能慢了 所以这边速度可能慢了 可是真的我在之前教OBIS2010的时候 这个是标准的功能很快就做完了 好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边 这边我的PowerPoint的 有没有看到多了一份这个简报 可以吗 你看一下这个简报里面应该有多一份 有没有看到成功简报关键片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 这是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也就是说 我有七个标题 这边是不是有七个 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它其实可以取代你凡复的什么复制贴上 它本来就有这个功能 我这个不是新功能 这是以前就有的功能 它放在功能区里面 后来2010它把它隐藏 隐藏放在什么 不在功能区里面的功能 可是这个功能重不重要 真的很重要 因为当你今天有Word的文件 你要做成简报 你一定会把Word的标题文字 想办法传送到PowerPoint的去 这件事现在做的Word传送到 Word的标题传送到PowerPoint的 非常非常重要 请问做完了吗 好做完了以后呢 我现在要教你的是 范本 简报范本 当你今天要做一个大器的一个简报 你又不是那个正统美工出身 对不对 请问在座有谁是复兴美工毕业的 师大美术系毕业的 有吗 刚好都没有 可是我们又希望能够做出来 专业的美丽的简报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善用范本 这件事 好 所以现在简报都做好了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缺了一张很漂亮的封面 对不对 第一张封面 我觉得输人不输正 先因为你要知道 假设我现在五分钟之后要播简报 通常你会不会把第一页给人家看到 对啊 所以第二张以后不重要 因为那都是主管去报告的 对不对 第一张的封面 因为是主管可能说 那个什么没有改好 等于县长都叫你去改什么的之类 我的意思是要告诉各位 如果你今天想要快速做好一个漂亮美观 大方的一个简报 专业的简报 那个封面怎么做 好 请点档案 我们现在是做那个简报的封面 就是简报的第一页 所以麻烦请点常用底下 对不起不是常用 是档案底下 是不是有一个新增 新增 好 各位我们好像以前都只有看到这样子的简报 对不对 有什么空白简报 欢迎使用powerpoint 麦迪讯 突击什么之类的 你觉不觉得这些简报好像还蛮 就是普通的 对不对 所以可能不能入你的法眼 所以通常你都自己来去设计封面 可是我们现在请点一个地方 叫做建议的搜寻 第一个是不是简报 请点简报 有没有觉得这些的简报封面 是不是大气多了 美观多了 而且它是悄悄的放上去 这些漂亮的封面 可以吗 请问一下 你现在是不是要找适合的 我们的简报 是不是office 40招 应该是属于一个类似像新产品 新产品或者是一个新功能的介绍 所以请问你 适不适合放这个 那个介绍台湾稻米 什么 例如说假设我今天我想要推广什么 平安米取代什么烧香烧纸钱 是不是就蛮适合用这个 好 那我今天既然是做那个新产品 或者新技术的一个使用 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一张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或者是如果我今天我想做的是那个中华电信简介的简报 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一张到时候把这个换成中华电信的logo 这一张图换成中华电信的那个建筑物之类的 或者换成什么那个中华电信在那个拍的什么文宣 或者做那个什么什么5G 5G什么时候上市啊 明年5G 因为上市了可能我们只要跟上去走步 OK 这样可以了解我在说什么 我现在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要做的是一个40招 假设我现在就用这一个 你自己来去往下去挑 自己往上去挑 挑一个比较适合的 比如说我现在我就用这一个 然后建立 你看它里面好多样板 好多样板 好 首先在这个地方我是不是要把这个简报 简报标题改一下 改成什么 OBIS 40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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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那个报告人要写自己的名字 然后接下来呢 例如说那个科技 或者是说快速便捷 近在OBIS 36 什么之类的 随便你要去设计什么slogan OK 假设我们现在做好这一张 做好这一张 这是不是一个封面 所以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把它复制 这个 这个封面 请点它 请点这个封面 然后复制 请点一下这一块 这一块 然后复制 然后接下来请切换到刚刚那一份简报的上面 上面 然后贴上 请问一下我们的那个简报封面 是不是就做好了 可以知道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你就善用别人的 善用别人的 简报 善用别人的范本 因为你已经花钱 可以 可以使用这些大器的 好 那当然啦 当然 如果 如果 我觉得它有一个很棒很棒的功能 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 看一下 如果你觉得 如果你觉得 如果你自己觉得说 这个 这个图 我想要换成更跟跟科技有关系的 好 或跟 技术有关系的图片 在 PowerPoint 它提供一个很棒很棒的功能 请问一下这张图的大小有没有意义 这个图 你会说 要不要把它放到这么大 不要 这样了解 它其实那个版型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现在赶快先环游回来 然后我不动它的架构 那个图 多大 我就维持多大 不要随便乱改 可是呢 我想要换图片 所以它提供了一个很棒的功能 就是直接换图 所以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请点选这张图片 它里面有一个叫变更图片 变更图片 然后建议各位 是在那个Beam里面做搜寻 各位应该知道Google的搜寻 那这是微软的搜寻 微软的搜寻 来例如说 假设我想要 那个 改成那个科技 所以我这边我就输入科技 要跟着一起做一下 换图 换图就是别人的那个版本 模型我不改 可是图片我可以改 比如说我明明就是在介绍中华电信公司 那我当然要放中华电信的logo 或者是中华电信的slogan 对不对 你要学会换这些 好 然后搜寻一下 例如说我觉得我想要换成这一张 我想要换成这一张图片 请注意一件事 然后特别教的是这个 锦线Creative Commons 如果你不勾它 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很漂亮的图案 你看第一张图漂亮 漂亮吧 对不对 可不可以用 不请用 那老师我看不出来哪里能用哪里不能用 对不对 我也看不出来 可是我只要勾了这一个 只要是在这个地方的图 我是可以用的 可以吗 你有没有发现 不勾它的时候 它出现好多 你都会觉得很炫的那种科技的图案 对不对 可是这些图案你能不能随便用吗 不可以 不可以 那如果说什么是可以用的 就是那个Creative Commons 所以你可能要了解什么叫Creative Commons Creative Commons的概念是 我创作 你使用 可是 你使用 你拿去用 你必须要告诉别人说 原创者是我 可以了解 听得懂我现在在说什么 就好像说 什么 以前孔子不是有一个学生 然后他希望说把他的什么 雨衣啊 什么 牛车啊 让其他人来去使用 对不对 好 但是他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要用 可是你必须要告诉别人说 这个马车是谁的 这个雨衣是谁的 听得懂吗 他只要做这个简单的要求 为什么 他要让自己的知名度起来 可是在还没有知名度的时候 他就免费的让大家来去使用 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Creative Commons 可以了解 大概知道这个概念 所以 所以 尽可能的不要 用那种 就是 没有标Creative Commons的图片 你看这边这么很多 可是当你打勾的时候 这些图片都不见了 好 勾选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 卷轴拉下来 再去找找看 还有没有更酷炫跟科技有关系的 好 例如说假设我想要换这张图片 插入 可以吗 有没有感觉 那个 就是那个封面 更贴切你的主题了 刚刚是不是大家 很多只手 结红作业 也不错啊 对不对 可是 在这个地方 如果他强调他的网路化 这张图 好像更 蛮适合的 因为云端化 网路的结合 然后大家共同去使用 协同作业 这本来就是 2016之后的新的趋势 好 请问一下 这样子的话 你会不会借由这样子 他提供了很多简报的范本 然后你找适合自己的制作的主题的这个范本 找出来 换图片 换成什么中华电信的那些图案 我想你应该就可以很快的去做一个还不错的简报封面 可以吗 那如果你想要学会那个什么叫图解释简报 那可能就要麻烦你再去看我的其他的课程 那个就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去告诉你 我说在这两天的课程 主要是要告诉你那种新功能 还有就是整合应用 好 请问刚刚那个word的标题文字传送到 传送到那个powerpoint的这边 这个整合会不会使用 会哦 请你记住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如果你一直在做复制贴上 对不对 三次 你就应该做什么事情了 写信问老师了 知道吗 我真的是缝心来的 因为明明就有这个东西 可是你们又不是电脑专家 举例来说好了 那个 现在中华电信有推出什么什么专案 这我就不知道了 对不对 那我到时候就会跟比较有互动的学生问一下 我最近我要办手机我要办5G 然后什么的优惠方案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 好 希望这是一个学习的开始 不要说明天上完课我们就拜拜了 你看我们都没有任何互动了 好可惜哦 好继续哦 不过没有互动好像都是正常的 我接下来想要跟你们继续分享 那个 既然我们谈到这边我们谈一个 最多同学问我投影片编码的新功能 它不算新功能 反正它就加上去了一个小功能 请问一下哦 这是封面 这是封面页 所以通常封面页我们要不要设页吗 不要嘛 对不对 好 那请问这是不是第二页 所以它应该要有页吗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加入页吗 这真的是PowerPoint的一个还蛮不错的变化 首先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简报插入页吗 插入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投影片编号 然后是不是点投影片编号 对不对 这边多增加了一个功能 投影片里面有一个叫做第一页的投影片 就是标题投影片中不显示 可以吗 它这边多增加了一个功能 其实你去看一下哦 你现在的版本如果不是2016、2019 其实它里面 我已经忘记它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这个新的功能 就是多了这个选项 好 然后请点选全部套用 请问第一张投影片没有页吗 可以吗 第一张投影片没有页吗 第二张投影片是不是出现一个二 因为它本来就是第二张投影片嘛 好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同学说 老师我不想要从二开始编 我想要从一开始编 会不会有这个需求 有哦 好 那我们现在教你说 怎么把这个二变成一 那当然三就要变成二 好 我们来看看怎么编 因为这很难想很难想像 我先给你们猜猜看好了 在哪一个功能里面 我邮标都摆在这边了 你还跟我讲插入 那个是以前 你会讲插入 代表说你一定是以前 很久以前你就有制作那个简报的经验 好 我邮标都放在设计了 你还讲插入 拜托 这两天的默契 就要慢慢这样培养起来 知道吗 好 在设计里面 投影片大小 很特殊哦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给你们听 可它真的就放在这里 以前它放在档案底下 更早更早之前 然后有一段时间 还真的放在插入底下 好 在这里 点选设计 投影片大小 然后制定 投影片大小 可以吗 请点投影片大小 然后 请把投影片编号起始值 设计从几开始 从零开始 零开始 而且 能不能变成负一开始 不行 投影片的编号怎么可能从负一开始变 好 它只能从零开始变 确定 你看哦 这个是第零页 所以没有页嘛 无所谓 然后 这个是第一页 是不是出现一 可以哦 好 那我想这是 让大家都了解说 投影片的页嘛 如果当我今天要编辑的时候呢 如何快速去完成编辑 而且要从一开始编 应该是说 第二张投影片 它从一开始编的方法 好 如果再讲一个简报 简报的这边 一定要提醒你的一件事情 就是 一致性正确的使用方式 是 利用 某片修改 我举一个例子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例如说我们现在哦 是不是有投影片的页嘛 每一页都有投影片的页嘛 所以我希望每一页的投影片页嘛 字的颜色要一样 大小要一样 放置位置要一样 不要变来变去 好 这个时候呢 我就不能够直接点它来做修改 因为我可不可以点到投影片页嘛 2016版 新版 它提供你单一张投影片修改页嘛 可是 你有没有发现 这样子修改完了 只有这一个第一张投影片的页嘛 做修改 所以这样子修改不好 要就一起修改 而且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单张修改 可以吗 我们一劳永逸就是一致性的设计 如何做一致性的页嘛修改 好 现在来动手做一下 怎么做呢 检视投影片抹片 检视投影片抹片 那我们现在不是只要修改 这一个的页嘛 我们希望修改整体 整体 所以要请点回来 这个最大 最大 最大 这一个 最大 它是上面哦 刚刚你可能点到的是下面的 好 我们现在要点回来最上面这一个 最大的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呢 请点选这一个区块 这个最大的投影片就是包含这所有每一张小张的影片 好 这个的页嘛 它就会把这一次的修改 每一个版面里面的页都一起跟着修改 所以记得要修改式感 这一个 好 然后点选它 请把字 例如说 常用 字变成初体 变大一点 变成20好了 加个阴影 随便 反正 你要不要看 例如说变成一个蓝色字 好了 当我今天就是简单的做完这个页嘛修改 用抹片 做页嘛的修改 可以达到一致性的修改 我们现在来去检查 看 观看制作完的结果 投影片抹片 关闭 抹片检视 好 你看一下 第一张投影片没有页嘛 因为本来就标题也不是很限页嘛 然后接下来第一张投影片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1 而且是初体有阴影蓝色字 第二张投影片是不是也有 记住 不要在单某一张投影片里面修改页嘛 要修改页嘛 达到一致性 就要在某片中修改 这是特别特别提醒你的一件事情 这是提一下就是说 那个简报的制作 简报的制作 那我们 因为落在简报这边 我想再 我再谈一点点那个简报的 我再谈一点点那个简报 我再谈一点点那个简报 好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你看一下这样一份简报的内容 这样一份简报内容 你会不会觉得字太多了 对不对 简报的特色它不是要放太多的字 而且简报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法则 叫做724 后来改成824 这一个2016年开始改的 改成824 什么叫824 就是我现在我先新增一张新的投影片 这你可以不用跟着做 你只要知道什么叫824 例如说这边我就放123 这你可以不用叫做4 5 6 7 8 好 请问一下 这个字的大小是不是都维持28字型大小 对不对 可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打出第9列 甚至打出很多很多列 好 例如说Enter 9 好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当我打成9的时候 前面这些字还没有变 好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它必须要往上缩了 再接下来10 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字它会自动缩小 可以吗 他建议最多就是8列字 那8列字之外 建议最多最多就是24个字 24个字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这里面是不是放了一大堆字 他觉得根本就不需要放这么多字 我们来来看看如何精简文字 所以我现在我要请你们先选到这一张图 跟着我做哦 这张就可以关掉 我只是稍微解释一下 24的意思就是不要超过24个中文字 不要超过24的中文字 好 那显然这一张是不是超过了 所以我们来学一下 如何精简文字 而且快速把它做成 美丽专业的一个简报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张投影片 这张投影片 麻烦点一下它 第一张投影片 麻烦请复制 然后贴上 你知道是不是有两张 一模一样的投影片 我现在我要教你 什么叫做精简 简报中的文字 其实什么叫做精简 因为我们应该要 把最重要的文字留下来 什么叫最重要文字 请问一下 你觉得这一句话里面 如果你最多最多 只会留两个字到四个字 那你是不是要看一下 哪两个字或哪四个字是最重要的 请问你觉得最重要的字是什么 最重要的字是什么 简报架构 好 其他都可以删掉了 对吧 可是这是不是成功简报关键篇 所以你把简报两个字删掉 是不是也可以 对不对 对 可以吗 所以简报两个字也删掉 那你当机 到底怎么可能 你怎么办 不 对 不是 是 对 对 对 好 不 好 对 对 тяж 我等一下再看 一定会有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简报文字也可以成为众人聚焦的技巧 请问重点在哪里 不是 是文字 可以吗 简报中的相片更生动活泼的技巧 所以重点是什么 相片 不会专业美工也能在简报中 修出好相片的技巧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什么 名词是什么 不是技巧 那你就会变成技巧 都是技巧的 相片 对吧 对吧 这句话你翻成英文主词一定是放相片 什么的相片 可以吗 请问相片上面是不是出现过了 所以整句删掉 同意吧 不会专业影片编辑也能在简报中制作酷影片的技巧 如果你要把形容词留下来 我不反对 我们真的有人叫已经不叫影片了 我们叫做动影片 只要他这边 只要他这边他用库底片 众多活动相片如何更好的制作成结案报告 他的重点是在结案报告 还有如何在简报中安插小超让简报中不会忘掉内容的技巧 所以重点是什么 安插小超 如果有效的进行全球国际简报会议的技巧 重点是什么 这个简报来自我还是想要删掉 那全球跟国际 你要删掉全球还是删掉国际 因为意识不是一样的吗 国际会议好像感觉比较好吧 如何把简报制作成CD教案 重点是CD教案 如何制作e-learning教材 可以吗 你看一下 这样子精简后的文字有多少个 e-learning只能算一个字 1 2 3 4 5 6 7 8 9 13 17 21 24 27 可以吗 CD是一个字还是这两个字 一个字 超过了几个字 我想还好 至少比刚刚来的好很多 对不对 我接下来要请你们注意 我们通常是先看到别人的一个很多很多过的传送过来 但是你要把那个文字精简化 精简化之后我们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3秒钟让这些文字大翻身 然后变成图景 好 来一起动手做 滑鼠右键 转 换成smart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选箭头 当你可以玩别种 我不反对 可是我只是觉得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觉得 有没有觉得我选成这样子 是不是比刚刚更加的好看跟美观了 而且只花你三分钟 所以是不是主管看到很棒很棒 他会觉得用字种会比较好 我现在问你一下 请问你觉得第一张投影片这种文字叙述比较好 还是第二张图解式呈现简报内容比较好 第二张 对不对 所以至少你要给主管是看这样子的内容 这我们叫图解式简报 可以吗 没问题 好 那我现在要特别教你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在稍微动动您的手指 我们点它 点它 然后稍微修改一下颜色好不好 因为这样子简报 简报是要呈现给别人看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去变更色彩 改成很多种不同的颜色 那你一定会说那我到底该改成什么颜色 这边不是有很多颜色吗 你随便赶 你随便赶 至少这都是微软公司花钱 你请别人配好色 你可以不负责任的说 我是用微软公司标准配色配出来的 可以吗 这样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就是说 你讲 你讲这句话只是把责任推给微软公司 那我们花那么多钱 微软公司它专人 它花钱请人来设计 你还要再改这些颜色的话 我会觉得说有点奇怪 因为我们又不是学 我们又不是复兴美工 或者是斯大林书系毕业的 所以我们对这些色彩不要太纠结 那至于它为什么会用这种颜色 还有字的颜色 等一下我都会觉得 我们如果你有兴趣 你应该再去补这简报制作的专业知识 因为例如说你看这个字的颜色 我觉得不够清楚 可是你只要把这些字加了阴影 是不是就有凸显 我只要把这些字加了 还有我必须要告诉各位 通常一张简报不会放那么多 那么多项目 好 不过现在不管怎么样 我还要教你一件事 因为2016星增加了一个很棒的功能 对了 我们既然做了设计 设计 变更色彩 对不对 好 再把那个立体化也做一下 好吧 例如说做成这样子 例如说做成这样子 那 有些同学 有些同学 他就会希望把这个箭头的底色换掉 底色分离出来 自由来去修改 可不可以改 可以 现在我就要教你这件事 因为2016年 他把这个Smart 很容易让你去拆解掉 好 所以我们现在 例如说针对这个颜色 我想要换色 各位 点他 有看到吗 点这个箭头 你不要点到下面这一个 我是要点这个箭头 点到这个下面的箭头 请问一下 你要换色的话是在设计还是格式里面 然后填满 图案填满 或图案效果 这个就是填色的填满 你可以选择 例如说材质 这边有很多种材质 这样可以了解 你可以改成像这种材质的填色 把它改掉 可以吗 我只是要特别告诉你 他已经提供了这些可以修改 以前2013年你要先解散群主 但是但是我还是要 我还是要把它解散群主 因为有些人他就会希望把这个箭头 画到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尖端点画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呢 他要画到这 可以吗 我啦 有些人就是我 我想要把它调整 所以怎么调整 滑鼠右键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解 诶 他不放在这边了 哦 又啦 来 你先点到最外面 你不要点到箭头 你点到这个 点到 反正就是它就是这一个大小 然后滑鼠右键点它 滑鼠右键点它 有没有看到群主 有没有看到群主 取消群主 要取消两次哦 因为如果你现在改变它的大小 它就跟着一起动 所以我们取消群主 取消群主之后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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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 调整 它是不是还是跟着一起动 好 先还原 要两次取消群主 所以再一次 滑鼠右键 群主 取消群主 你真的刚刚有做成功 我只能告诉你 取消群主要做两次 你才能够单独选到这一个 好 我们把它大小放大 大小放大 甚至可以把这个高度放大 可以吗 我只是要特别提醒 因为我被问到好多次 我就说 为什么我群主要做两次 但是我说 它就是要做两次 好 所以你这样会不会稍微修改那个底图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 真的 不管你把它变胖一点 瘦一点 还是不敢最漂亮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例如说刚刚这边 你会觉得说 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好看 比刚刚那个好看 真的 真的 通常第一次看到的 就会觉得 它就是最好的 好 那请问一下 你觉得做完做完这件事情 就要记得全部再把它群主回来 花鼠右键 群主 主成群主 好 请问一下 你这样看起来 你觉得第一张头影片 都是文字的内容 但第二张头影片 有没有感觉 这样子 我就会刻意的把这个成功简报 放在这个位置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这边你还可以再写一点什么什么内容 那这样子的简报内容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两张是不是就有明显的差别了 可以吗 所以这是善用我们的smartart 然后smartart 来去做一些格式样式的修改 那就用给人参考咯 好了吗 那我想说这个是随意简报的一个应用 那我们还是要拉过来介绍一下我们的word 好 这个简报我觉得可以暂时先存档 因为我都会习惯把那个成品也放在网络上 让别人可以观看到做出来的结果 跟老师是一致的 所以我就先把它放置在我的第一磁列机 这个office40招 好 就存成office40招的简报档 好 那我想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介绍了powerpoint的新功能 像那个荧幕录制啊 它也不错了 可是我觉得江姐多多少知道还好 我们先回来看一下我们的word 好 好 我要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件事哦 我现在给你们的档案是Doc 对不对 Doc 你插入这边的文字艺术师是以前的旧版的文字艺术师 可以吗 各位这几种格式应该以前看过了吧 你们应该多多少都用过 对不对 可是我要请你们看的是现在的文字艺术师变了 他变成什么呢 首先你要先把这个档案存成Doc 也就是2013版以后新的word的格式 不是那个office97的格式 所以麻烦请把这个档案另存 另存好吧 请先另存 存成这一个word的文件 不是这一个哦 这个97到2003 这个是以前的那个格式 他文字艺术师是以前那个 不是那么漂亮 我们现在来去点选这里 请把它存成word的文件 然后直接点储存就好了 确定 他说你的文件将升级为最新的档案格式 确定 好了 请问还有没有下落模式 没有 没有 你现在看插入的文字艺术师 跟以前是不是不太一样了 可以吗 所以文字艺术师文字艺术师的做法 其实没有很大改变 只是说他旧版有旧版的文字艺术师 新版有新版的文字艺术师 好这是新版的文字艺术师 我们还是做一下好了 例如说我现在选插入文字艺术师 然后选其中一种 然后他说在这里插入您的文字 那我就直接插入 比如说中华电信 比如说中华电信 好然后例如说我发入中阶 可以吗 总华电信 这个字体 这个字体 我还是不喜欢星系文 我真的不太喜欢星系文 我比较喜欢微软正黑体 或者是你也应该是用标台体 对不对 好例如说微软正黑体 中华电信 可以吗 这样我们就完成一个 新版的新式的文字艺术师 记住哦 旧版 旧版我们的文字艺术师 跟新版的文字艺术师 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你今天你是旧版 你做过文字艺术师 然后当你现在要转成 新版DOCX的格式时 他就会说 旧版的文字艺术师即将被取代掉 即将被置换掉 或者是他那边就不呈现 就变成一片空白 因为如果说你是旧版 你是新版的这个文字艺术师 当你纯成旧版 他不会转过去 他就会变成一片空白 那我们接下来 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这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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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说我现在找一个位置 我现在找一个位置 例如说我在那个 这个第二个指标题的 标题二 第二个标题二的前面 请问一下 你知道合并列印的功能在哪里吗 就是当你今天用一个新的软体的时候 你知道合并列印在哪里吗 你知道那个 比如说做书目 制作书目的功能在哪里吗 可能有些功能 你不知道他搬家搬到哪里去了 可是这个时候 你可能直接透过告诉我 你想要执行的动作 直接点他 例如说好了 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我想要插入图片 我想要去插入线上图片 那你就直接在这边告诉他 插入线上图片 可以吗 插入线上图片 然后接下来按一下inter键 你有没有发现他就直接跳出来这个视窗 请问一下他有没有快速秀出来 插入底下插入底下的线上图片没有 它就直接跳出来 直接跳出来那个线上图片 可以吗 刚刚我是不是讲插入 那我再换一个例子 插入图片 其实当我点选 当我输入插入图片 Enter 你有没有发现 它就直接跳出插入图片这个视窗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指说 你不用再去依赖 以前我们是不是要找功能 找功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你只要告诉电脑你要做什么 它就直接可以快速引导你去做下一件事了 它中间那个找功能根本就不用找了 你以前我不知道你在使用2003 可能变到2010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哎 这个功能跑去哪里了 比如说你在使用Easeer 2010的时候 新的软体你又必须要使用它 书面有分析表跑去哪里 这是不是第一个你去问的问题 可是现在你还需不需要知道说 这个功能跑到什么地方 不需要了 可以吗 所以它是不是要大胆去拆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不叫图片 他说他要插入相片 来要不要试一下插入相片它会出现什么 因为微软公司要去拆 插入相片其实就是插入图片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因为他有这个告诉我你想要执行的动作 你只要告诉他我要插入相片 它是不是也会告诉你类似的一个视窗 那你如果说想要去做合并列印呢 你看我现在在实际的做给你看 你看哦 我想要插入相片 对不起 太快了 插入相片 你有没有发现 他在这边 他就只会只会把比较接近的插入图片 插线上图片放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说你现在要做合并列印 合并列印 有没有看到 启动合并列印 然后看你要做的是什么 例如说我要做的是一般握的文件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当我今天 当我今天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你可以试着在不知道这功能在什么位置的情况之下 透过告诉我你想要执行的动作来去完成 你这样的话可以节省输入很多 或者是花在找功能的这件事情上面 好 这就是告诉我你想要执行的动作 我下午在教你们预测 我想现在我们教你共用好了 可是共用要有Harmail 你们有Office 365吗 不行 这边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用Office 365 因为我有Harmail 所以变成只能我做 你们不能这样子做 好 我们来教你那个 读解讨论串接相关的文字 好 你看哦 你看一下 我们来去观看一个注解 好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假如说今天我选到最前面 这个小美 选到了 选到小美 教育里面有一个叫做新增注解 有看到吗 然后我们可以去新增这个注解 例如说 例如说 30岁 新增 人缘 好 请问一下 你是不是可以打这个注解 我们再做一个好了 他现在要做一个 他现在要或者是 好 范本 我再加入一个 所以教育新增注解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去输入那个简报范本 成千 上个写 成千个 简报范本 好 请问一下我现在是不是 现在是不是做好了两个注解 然后 然后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他提供 就是说 就是如果说你觉得 你觉得 假设我今天这份文件 别人是不是做完 做完之后 他加进去了一些注解 所以你可能会想要跟这一个人联系 你有没有发现 当你现在点这个人 就是制作这个注解 的人 你可以直接跟他打电话 或者是留一些资讯 甚至拍照 那前提是 这个人要真实的存在 可以了解吗 就是像这边 这个软体 它是属于这个CH 我这一台 它是属于那个CHTS 所以这个人是存在在OBIS 365里面的 然后这个时候 比如说别人看到这份文件 或是说我今天我给别人 然后他人做了一些什么注解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点它来去做 所谓的一个 透过电话跟它联系 可以知道这个功能吗 好 这个是 这个是因为 它的 它的OBIS 365的结合 你要知道说 OBIS 365 它可以结合 就是Link 你们现在应该 多多少少都有用Link吧 因为 因为Link Link还有另外一套软体 叫做Skype 之前 之前它叫MSN 后来它放弃了MSN 当它今天跟 买回来Skype之后 微软公司买回来Skype之后 它就把MSN就丢掉了 丢掉之后 它又觉得 也不能丢 所以它干脆 再发展一套 就是说 也不是说想要取代Skype 而是想要去做一个通讯的部分 所以它就把原本MSN又在改 改良之后 它产生了一个叫Link L-Y-N-C 其实就是Skype 或者是以前你们用过的MSN 就这些东西 好 那如果没有兴趣的话 其实我OBIS36我教了很多东西 全部都放在YouTube上 而且大概五年前就做完这些课程了 好 我们再教今天早上的最后一个功能 叫做阅读模式 阅读模式 我不想要各位知不知道 你的iPhone 手机 iPhone手机 在看地图的时候 如果 如果 它显示 日落的时间 日落 知道吗 像例如说今天的日落时间 我尝一下 今天 那我就看天气 今天高雄下雨 下午会下雨 然后日落时间6点13分 6点13分 然后只要到 一过了6点13分 你的地图 就会变成黑色的模式 黑色底的模式 就感觉好像就是夜晚模式 可以了解 好 那如果现在大家 大家坐在飞机上面 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 然后呢 你是不是可以开那个阅读模式 把它开成 例如说夜间的一个情形 否则的话 你知道那个亮度会让 其他在睡觉的人会觉得很刺眼 就是某一个方向亮 很亮 好 所以 它提供了一个阅读模式 而且呢 它增加背景为黑底白字 黑底的目的就是减少那个光线射出来 好 那我们首先怎么去阅读模式呢 检视 检视底下这边 第一个就是阅读模式 阅读模式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的底色会不会到这个地方 这边 关掉阅读模式 就是点右上角这个关闭 好 好 对 应该是 关闭阅读模式 真的关掉了 我印象中它本来是 是关闭阅读模式 等一下 阅读模式 检视阅读模式 然后阅读模式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回到一般的整页模式 在这里 在这里 整页模式 可是我本来记得就是 这个右上角的一个关闭阅读模式 好 你现在要点这个整页模式 它是不是就恢复到原本的状态 可是阅读模式本来在之前的版本就有 之前版本就有 所以我们现在要讲那个阅读模式 是它的黑底 黑底白字 黑色的底 然后字是白色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检视 有没有看到 那这边有一个叫做 页面色彩 页面色彩 反转 它就把原本字的颜色变成白色 然后底色为黑色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 是不是在那个阅读起来 如果是在晚上的时候 是比较方便阅读的 这就是它新增加了这一种 有别于 有别于我们一般看到的那个 文章阅读 白天时看到的 跟晚上看到的形式是不一样 所以这也是它 Word里面修改的一个功能 好 那 其实你已经听到很多很多新的功能 然后 还是着重在一些参谜喜欢 或者是做一些智慧分析 那 除了这些以外呢 尤其在那个像Powpoint的里面 它提供很多范本 Word有没有范本 Word绝对有更多的范本 反正就是Word叫Powpoint 都有一堆的范本 等着你们去使用 然后用这些范本 可以加速你制作简报 或加速制作文件的速度 还有就是更加的专业美观 记住哦 你要善于运用变更图片 这样就变成拥有你自己的图片 那我觉得最多 最多被运用的绝对是封面页 它有好多很漂亮很大气的一个 那个简报的封面 或者是你把简报其实也可以应用 相同的想法用在Word上面 好 那这些应该都是我们必须要学会的一些新功能 所以新功能先介绍到这边 可是接下来我们还 还必须要再去了解以下一些预测的新功能 那你知道那些预测功能之后 你可能会更加觉得 哇 这些变化是很不错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进展到 所谓的一个整合的部分 那你去了解说整合应用 不过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谈了一个整合 就是Word的标题文字如何快速传送到 刀控的 好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整合应用 那我想我们上课呢 可能就要暂时在这边告一个段落 下午几点上课知道吗 一点 一点半 好 一点半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准时进教室 那我们上午就先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